廢物哥騙包養 白嫖洗劫三女 大哥 您長這副尊榮 還裝破騙人找包養 騎台破擊車 好傻好天真的女孩兒上當了 你還裝警察洗劫人家財物 我忍不住要叫你 廢物男 警方查出貨車司機廢物男有多項前科 利用網路聊天室 謊稱每月4萬元包養利誘 天天上午對小儒如法炮製 這一次先付8000 兩人隨後在新北市三重旅館發生關係 廢物男事後假冒警員 謊稱茶伴風化 小儒嚇傻配合 她趁機偷走2000元 還查扣手機 大搖大擺離開 小儒才報警 警方當晚在廢物男住處逮人 她提高價錢我才不爽走人 小儒哭訴 因生活困苦 身兼超商店員和派報兩職 原以為出賣肉體 能賺錢減輕家中負擔 卻人才兩失 後悔不已 警方查出已有三人受害 訊厚一切道和詐欺罪嫌 將廢物男法辦 動新聞 貪財貪色兩頭空 報導